大家好,在这个全球化的今天呢,出国旅游啊,留学呀,工作呀,移居呢,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过呢,这些事情啊,要是放到40年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也听到过很多网友啊,在讨论啊,留学呢,应该要去哪个国家,那理由是什么 比如说容易留呢,还是不容易留等等 那么也有网友就说了啊,不推荐去美国留学 因为呢,入籍美国真的是太难了 就算你一直在美国上学,毕业以后呢,极大的概率啊,是不让你留下来 只能啊,回国去找工作,花那么多钱去美国留学呢,真的是不值当的 也有网友啊,特别自豪的说,美国的国籍呢,并不是最难加入的 而是啊,某某国,原因呢,是加入这个国家的国籍啊 需要满足很多苛刻的条件,简直呢,比登天还要难 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你看啊,这么难入籍的国家 比入这个美国的国籍要难上一百倍 就表示呢,这个国家要比美国好上一百倍 那就比美国呢,更要强,更要发达,更文明,更富裕,更安全 那么这个网友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加入美国的国籍啊,并不是最难的 那么这些个移民国家要入籍呢,其实啊,都不太难 不过呢,这个网友的逻辑呢,也有那么一点问题 一个国家呢,是不是强大,是不是文明,是不是发达,是不是富裕 他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高不高,是不是幸福 并不是以这个国家入籍的难以程度来决定的 并不是说呢,这个国家的国籍难以加入 就表示呢,这个国家呢,就一定发达,就一定富裕 就好比呢,我个人呢,非常不喜欢马云 我对马云的财富呢,从来是嗤之以鼻的 我从来也不接马云的电话 我从来呢,也不让马云登门拜访 我从来不给马云好脸色看 任何跟马云生意上的往来 我都拒绝跟他本人见面 我只是通过网上进行,马云呢,再怎么求我 我都不会赏脸和他吃一顿饭的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但是呢,这也不代表我比马云更有钱 也不代表我比马云的社会地位呢,更高 曾经啊,有一个谣言 说这个大明星李连杰原来呢,加入到这个美国的国籍 后来呢,他就后悔了,想改回来 结果呢,怎么弄啊,都不行 托人找关系也不行 捐款一百个亿,还是不行 后来呢,实在没招了 只能改入新加坡的国籍了 起码呢,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 那么很多网友听了李连杰的故事啊 感觉呢,心情啊,畅快很多 觉得自己啊,比李连杰呢,强多了 不过呢,这个故事啊,真真假假的 李连杰呢,确实在1997年加入美国的国籍 在2009年呢,又改为新加坡的国籍 不过呢,他并没有改回他原来的国籍 很多人呢,对国家政策呢,不了解 也不去查 总是呢,以自己的意愿和认知啊,随口的胡说 那么根据啊,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国人加入外国国籍以后 想要再改回来,这种行为呢,不叫入籍中国 而是叫恢复国籍 法律呢,对此啊,有明确的规定 那么按照规定的要求去操作就行 不需要你拖任何人 也不需要你捐一分钱 只不过呢,你恢复国籍以后呢 不能再保留外国的国籍 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下 到底是哪个国家最难入籍 刚才说了哈,就是移民国家呢 就比较容易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西兰等等 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是由移民啊,撑起来的 没有移民,国家呢,就亡了 不过美国呢,在慢慢收紧啊,移民的政策 他们觉得三亿多人口呢,已经够了 还有些国家呢,他们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 但是因为啊,生育率啊,降低 人口呢,在慢慢减少 老龄化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严重 如果没有新的这个移民补充 那么国家呢,也是慢慢的老化 直至消亡 所以呢,他们呢,也希望吸纳一些年轻的移民 比如呢,英国,爱尔兰,日本,德国等等 还有些国家呢,虽然是发达国家 可是最近呢,这些年啊,经济不景气 国家呢,也没有钱了 那么他们就推出所谓的这个移民政策 实际上呢,就是卖护照挣钱 比如呢,葡萄牙,西班牙,塞布路斯,希腊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呢,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国 也在卖这个护照 那么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呢 纯粹就是为了挣钱 不过现在呢,也在慢慢的收紧了 移民比较难的国家呢 基本上都是单一民族国家 基本上也都是封闭型的国家 参与啊,全球经济呢,不活跃 人口流动啊,也不活跃 目前呀,比较难入籍的国家 第一名呢,就是朝鲜 那这个国家呢,就挺封闭的 你去旅游呢,都要遵守啊 固定的线路,不能随意的瞎逛 你住的酒店也是给你安排好的 不能自己想住那里就住在那里 虽然呢,你可以通过在朝鲜投资 或者呢,是跟朝鲜人结婚 换取啊,在朝鲜居住 但是呢,不能让你入籍 第二个国家呢,就是不丹 虽然很穷 但是幸福指数呢,非常高 只有父母双方都是不丹的公民 子女呢,才能成为啊 不丹的公民,取得国籍 如果父母双方中有任何一方 不是不丹的公民 那么子女呢,需要满足啊 在不丹居住15年之后 才能申请啊,获得国籍 外国人如果为不丹工作20年以后 也可以申请加入不丹的国籍 但是呢,要经过一系列严密的审查 比如呢,不能有反对 或者是讽刺国家 或者是领导的这个言论 还需要熟练掌握不丹的语言 习俗,还有历史文化等等 第三个呢,就是一些阿拉伯的国家 你必须呢,是阿拉伯人 还得是穆斯林 还要在他们国家呀,居住超过20年才有可能 所以呢,一般来讲啊 这些难以加入国籍的国家呢 大概率你也不愿意移民过去生活 好了,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除妆商品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支持